南无本师释迦王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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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六祖藤经》 那《六祖藤经》呢 我们讲到《般若品》第2 那我们讲了很久了 为何要讲《般若品》讲这么久呢 就是因为《般若品》实在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呢 如果不懂《般若》的时候呢 就是不懂收这个《禅宗》了 因为《禅宗》经常都讲《空》的 那你不知道《空》的 什么叫做《空》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很能了解这个《禅宗》了 其实《空》的意思呢 就是《禅宗》就是用这个大城的四家行为 《明尋诗》、《是尋诗》 《自性假立尋诗》、《差别假立尋诗》 它用着《差别假立尋诗》 这个《差别假立尋诗》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它要做到所有东西都没有分别呢 它首先要所有的名字都是假的 所有的《是》都是假的 所有东西都是没有自性的 那才能够做到 所以它《禅宗》这个 虽然说祖师禅 其实都离不开《如来禅》的 离不开这个十字十行十回向 正收这个四家行为 正初果不离开这个质帝的 所以《禅宗》原则上呢 都是遵照《如来》 它是《波野》的执行 但是祖师说的时候 因为它不看书 它是教外别传 它不看书 所以它就不能够跟这些传统的教理 互相呼应 所以就觉得它们突然间出来的 其实它都是佛港的 不离开这个教理 那我们呢 花了一段时间去讲这个 讲这个空之后呢 那我们就看回它了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 一念悟众生是佛 故知梦法尽在自心中 何不从自心中 顿见真于本性 那这个呢 菩萨皆宏 我本原自性清淨 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 证明经宏即是 豁然宏得本心 所以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呢 是佛的心 和佛的心是没有分别的 为什么说我们的心 和佛的心是没有分别呢 大家都是意念 大家都是意念 那我们的心呢 那我们的心呢 就叫做阿娜耶识 这个阿娜耶识 阿娜耶识 阿娜耶识 佛的心呢 就叫做阿骑陀识 阿骑陀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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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菩萨的心呢 就叫做二熟识 这个二熟识 二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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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阿骑陀识来说呢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有三个名字 这个佛的心 佛心 菩萨心 就是发生菩萨的心 菩萨心 和众生的心 众生的心 大家都是指这一个心来的 都是指这一个心 不过这个心就是变化了 那就用另一个名字而已 那么这个阿骑陀识呢 就是缝夫的 阿骑陀识 阿骑陀识呢 就是有善有恶 有善有恶的 那么这个阿骑陀识 用的呢 就是这个 这个元素 一百零八种元素 一百零八种元素 那些东西呢 是由一百零八种元素 变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意识 意识呢 就是变成这些元素 将这些元素 组合成这个 生河大地 就有生河大地 大地的组合 它们有一百零八种元素 组合出来的 那这个呢 就叫做 叫做这个阿骑陀识 就是这个六十二种粒子 它随时都可以变识的 随时都可以变识的 这个叫做二熟式 因为它 在这个 为什么叫做二熟式呢 二熟 二熟 二是如熟 你这个缝夫 缝夫死了之后 缝夫死了之后 那就变成二熟 二熟是为什么呢 因为缝夫是有人生的 是有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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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熟之后呢 它是没有人生的 它是一个影来的 一个 都是有东西 有东西转治 但是那些物质是很薄的 那叫做二熟 是呀 它都做天人 做地狱 做成 它都是有阿拉耶式管住的 但是它不是人这样的东西 那些阿骑罗 那就不同了 阿骑罗 交云茶 这些都是属于众生 但是它不同 不同式的 所以这些是粒子 这些粒子 它就比较没有执着 可以变东西 所以菩萨呢 菩萨就可以变东西 凡夫就不可以变东西 因为密质世界的东西固定了 那么这个菩萨的时候呢 就是用玄学书了 阿骑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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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玄学书 玄学书 这个 这个 这个菩萨用的元素 就是8分之8 8分之8 这个用的粒子呢 这个 这个 这个62种粒子呢 就是细胞核里面 细胞核里面 这个粒子呢 粒子呢 粒子呢 就是佔这个 这个十万分之一 看看它的粒子 所以它 比较微小一点 它就是看到 那些东西再微小 那佛呢 佛呢 在用玄学书呢 就是 一百万分之一 再一百万分之一 一百万分之一 再乘一百万分之一 所以呢 这个越来越微小了 就是它 一个m 一个meter 一百万分之一 一百万分之一 就是这个呢 那就是越来越微小 所以呢 三个都是同样的心来的 同样的心呢 所以呢 这个 同样的心来的 那 那 心是同样的 不过呢 它用着 这个微小的心 这个用着 比较微小的心 这个用着 粗蒙的心 用着粗蒙的心呢 就是凡夫 用着比较微小的心呢 就是 这个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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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那些 那些 用着 玄学书呢 最微小的心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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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所以呢 这三样东西呢 都是在心里面 我们的心呢 同样包含了这三样东西 在这里 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呢 同样有这三个东西 这个呢 就是阿奇陀 这个呢 就是二熟式 这个是阿拉耶式 我们的心 是包含了一 二三 这三样东西 我们都包含了在这里 就是我们都有在这里 所以呢 当你是凡夫的时候 你就用着二熟式 那当你死了之后呢 你就用着二熟式 就是死了 用着二熟式 当你成佛的时候 就是阿奇陀式 这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只是三个名字 只是三个名字 所以呢 当然啦 如果你要在凡夫修的时候呢 凡夫修行的时候呢 你凡夫修行呢 可以 即生 就正到这个二熟式 或者即生就正到阿奇陀式 如果你即生成佛 即生就正到阿奇陀式 如果你即生成菩萨的 那你可以正到二熟式 要不然你死了之后呢 你会变成二熟式 即是二熟式 变成鬼啊那些 鬼的身体呢 可大可小可以变化的 那这个呢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这个意识里面呢 是包含了三个人在这里 即是你随时可以变化的 所以呢 当你要用这个阿奇陀式的时候呢 你就是凡夫 你和他们在医食住行 吃饭饭饭饭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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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是养冤家债主 接着是买屋 接着是买屋 供屋 弄楼 买楼 租楼 没楼 最后入屋老院 变得没楼 所以 被子女抢了 就没楼 这么简单 就不送你入屋老院 不行 行不行 所以呢 这个 全世界都是在做这件事 那你不知做什么 一世来到 当然啦 有开心啦 吃饭那时当然是开心啦 肚饿那时当然是不开心啦 有开心不开心 但是大体上呢 都是不开心的 就算你是有钱 都未必一定开心得大 为什麽呢 有钱而已 钱不是盲能 那你有空呢 你年纪大了 照一下镜 这个已经是不同样的 那都不开心啦 你多有钱都好 你拿镜照一下 你都不开心啦 所以呢 所以不是一定开心的 但是开心不开心之间 那你现在就是 由开心不开心之间呢 你不要执着物质 不要执着八分之八的物质 你的心一放开的时候呢 你就变了十万分之一了 执着很微小的东西 你执着的心情 舒服的心情啊 变成一样东西都是好 一执着 这个呢 只是好的 这个只是坏 这个只是好的 好坏 还有好坏 那这个呢 没有直接平等了 这个佛才是平等的 所以呢 你由这个执着八分之八 到执着十万分之一 到执着一百万分之一 到一百万分之一 那都是叫执着 都有少少的 玄学书都是执着 但是 少嘛 少少 那就是佛 那就是佛 那究竟有没有 有没有东西比佛更厉害呢 那当然 现在我们是佛教嘛 所以没有东西 没有 现在没有一样东西 现在我们的科学呢 已经很进步了 就是这个 这个 真的 差不多到顶点了 因为我们又知道 又知道又粒子 又知道又原学说 以前不知道 原装法师那时候 也不知道 所以以前说的那些 唯识 成唯识术记 成唯识术记 什么 什么成唯识论 唯识 三十种 二十种 全部都 全部都不对 不是不对 是说得不详细 因为你用当时的 譬如 你看看凌严经 讲这个科学的时候 讲到几粒子 几能说 这个 这个说二十五种 这个十二处 这个十八处 这个几难说 很难说 举例都很难说 这个眼睛又遮住又开 耳朵又塞住又开 那就是很难说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 身为这个时代 叫做好的了 我们呢 所有的 所有的科学 都是指向这个 指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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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解决了很多东西了 已经解决了很多东西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 现在讲维识呢 就容易了 维识有DNA 有RNA RNA呢 就是木拿识 RNA呢 带到DNA里面 DNA呢 就是 阿拉耶识 这个 这个 但是DNA 阿拉耶识呢 它有很多个DNA 但是阿拉耶识 在外面 还会集中做一个阿拉耶识 还会集中做一个阿拉耶识 不只是DNA 因为DNA呢 60兆个 每天都会有你的DNA 拿到DNA的时候呢 就知道你的特性啊 病啊 什么都齐了 就是整本 拿到一个DNA呢 已经知道有本DNA图谱 已经有13万个不同的组织 就是23对染色体 这个23对染色体里面呢 讲完你所有的东西 那有RNA呢 带到DNA里面 所以呢 带到DNA里面 所以DNA都可以改的 但是DNA就不是阿拉耶识 而是阿拉耶识 存在在阿拉耶识外面的DNA 所以呢 你慢慢分的时候呢 DNA 可以改DNA的 就是猛的 那你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因果 全部都在这里 都在虚核来 才作用 走了之后呢 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 就修我们的心 我们这个心 这个只有心 深深自佛 十方法界最灵脈 十方世界界最灵脈 这个摄比华 即是弥勒菩萨 这个只有心 深深自佛 所以修我们的心 禅宗呢 就修我们的心 所以这个心呢 我们可以好定 亦都可以好乱 这个呢 你执着 这个财色名食材的 那你的心肯定是乱 即是 做一些最粗蒙的东西 接着呢 就去 去 去 去买股票 买股票 买股票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些 整个一世都在一个 在一个烦恼里面 里面逃过 我以为呢 可以赚到大钱 结果呢 有些是 整个身家都输了 有些是 退休金又输了 什么都输了 哪有得赚的 人家开股票行 做什么呢 最蠢的就是 是被股票经纪走团了 股票经纪 股票经纪 当然是给你放你的那只 放你呢 放你呢 看看哪一只有赚的 哪一只有虚的 你想放的那时 就找不到他 他虚这个时候 给你放了 那就是 拿来搞 不骗你 明确也都给他骗的 所以呢 有个很出名的 的佛堂 2003年 因為《明報》賣出來 輸了九千萬 政府一年給他三千萬做安老院 輸了九千萬 結果全香港的數都要查 全香港都要查數 非謀利事件全體 所以怎麼會輸到九千萬這麼多呢 當然貪得無厭 好像病態賭徒 買不得的 一直心紅想贏啊想贏啊 贏啊輸啊輸啊輸 結果呢 九千幾萬 這些呢 所以 出家人千萬不能投告別 我們不投資 我們從來都不認識這些東西 不是不認識 你經常看電視都有 不過我們不玩這些東西 這是輸定的 你有沒有好玩的 而且輸了就是你的業 贏了就是罰糖 那些這麼蠢的人都有 你就是拿罰糖的錢來炒 炒了贏了就是罰糖 輸了就是你幹嘛買這隻股票 就是你的業 那些這麼蠢的人都有 所以我們就不理他 我們呢 原則上呢 我們不放在一些有風險的定期上 我們呢 放在一些大銀行的那些 因為人家是施主的錢來的嘛 那不是由你一個人做事 那不是由你一個人決定 所以呢 你變成你的心呢 就很亂了 整天就很亂了 積了很多東西 那如果你 一下子放開 一下子放開 財息名食稅 一下子知道 所有東西都是空的 所有東西 只不過由你那個 你那個心 所組合出來的 因為地水火風空式 這個六大元起 地水火風空式 你的心 去組合所有的東西出來 所以呢 組合所有的東西出來呢 這些脈質的生活呢 只不過是給你一個個生活的 沒有脈質又不行 你又不可以 那你要吃些糧東西 那身體不舒服 那腳有些異樣呢 要吃些生糊草那些 那去調理你的身體 那並不是呢 這個身體呢 並不是要來享受的 不是整天 財息名食稅 整天掛著那個身體 而是我們最重要 是我們的心 我們當然一下子 不能夠懲罰 但是我們可以 培養一個清淨的心 沒有執著脈質的心 那它就識戒天了 無識戒天了 這個呢 這個已經是 已經是 識戒天已經很微細了 就是很微細的身體 已經沒有那麼執著了 所以呢這些 這些菩薩呢 全部是識戒天的 欲戒天 欲戒天的 帝色是白地 白地 那麼色戒天那些呢 全部都是十地 全部都是 就是 越高的東西 你越不執著 都成拔的時候呢 就變十方了 那麼所以呢 這個 前知識不悟 即眾生是法 那麼 佛事眾生 不悟的時候呢 如果你不開悟的時候呢 迷來經雷絕悟在薩那間 所以呢 開悟呢 只需要呢 只需要一薩那的 所以呢 前中就有頓悟 有薩那的開悟 那麼這個呢 這個薩那的開悟呢 這個薩那的開悟呢 就是有些忠誠成 有些忠誤誠成啦 那麼總之呢 這個前中呢 就是更器大利的人 他有頓悟 這個 埋來經雷絕頓悟 頓悟呢 頓悟呢 就是 我們的心突然間 轉了做 由這個 由這個 焚夫的阿賴耶式 一轉 轉到二屬式 這個就是剛剛開悟了 二屬式 轉到菩薩的二屬式 到成佛的時候呢 就轉到阿騎陀式 阿騎陀式 那這個阿賴耶式呢 阿賴耶式 阿賴耶式 轉到二屬式 就是二屬式 轉到這個 如果你正初地的時候呢 就是二屬式了 即是你 變到別的 或者你發生 那就更加是二屬式了 所以呢 埋來經雷結悟在薩那間 那怎樣才可以開悟呢 整個禅宗都在說 怎樣才能夠頓悟 這個頓悟 但是其他中派呢 就不主張頓悟的 好像這個 這個墨宗呢 就始終率地成就 率地成就 率地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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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級一級這樣來 即是你的工賞越來越好 你現在呢 你只收準題法譜 公自己是準題 公了之後 一落了座就不是準題 因為你公得少嘛 當你能夠公到24小時 你都是準題的 率地成就 你和準題是無意無別的 已經無意無別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慢慢收的 這個叫做 這個西藏呢 叫做道果法 花派的道果法 即是修行的時候呢 那個道 修道的時候呢 已經有果位了 即是已經一路積了果位 即是慢慢積出來的 那禅宗才是用頓悟的 頓悟呢 他的方法呢 是快的 因為他那個 他不愧呢 是這個尼庚 他最快的 因為他 他這個 這個 這個 四尋師 四正四如實至 嘛 明尋師 是尋師 自性假立尋師 自性假立尋師 差別假立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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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正無分別心 無分別心就能夠頓悟了 所以呢 他明尋師 明尋師 明尋師 既然是沒有差別的 名字當然沒有啦 即是 不執著所有的名字 憤所有上街時虛妄 這個 視尋師呢 憤所有上街時虛妄 那樣樣東西都沒有自性 所以 每樣東西都不執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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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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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別 這個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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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別架落層屍 所以這個頓悟就是證沒有分別感 每樣東西都沒有分別 所以禅宗每樣東西都沒有分別 很容易收的 有個女人跟禅師收 禅師說由他去 結果有一天說 那些人說老公有外語 就由他去 那些人說你兒子淹死了 由他去 接著證到 你每樣東西都放下 你就行了 每樣東西都執著的時候 本來這些老公有外語 兒子死了 這些是很緊張的事情 人就太緊張了 所以令到你 每樣東西都放下的時候 放下解脫 放下自在解脫 大妹老百姓說放下自在解脫 所以這個誤誤誤 是看你的那個人 所以 《迷來驚雷傑誤誤誤在薩拿間》 他們大概都是用一個 《北施善北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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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玄學書有兩個 所以一個是開圓 一個是閉圓 一個是閉圓 一個是開圓 所以永遠都是二邊的 開圓 如果你不執著開圓閉圓的時候 那你就是沒有東西的 兩隻東西分開的 你把它加起來 那你執著了閉圓 多些的 總靜點的 多些閉圓 變成一個人很靜 如果你執著開圓多些 變成一個人就很好動了 所以經常都在動靜之間 善惡 動靜 黑白 用黑白來代表也可以 用善惡來代表也可以 用一多來代表也可以 所以你的心 你《北施善北施我》 每樣東西都不入二邊的時候 因為開圓是二邊 開圓和閉圓就是二邊 這個禅宗所說的二邊就是開圓閉圓 所以本來二邊就是人的性 如果二邊是分開的 那就就是佛性了 二邊是分開 就變成是佛性了 你那些東西全部都是 都是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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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全部是分開的 裡面全部都是每一整分開 每一整分開這就是佛 所以这个就是佛 如果你每一只都黏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凤枯了 一一零零一一 零零一一一零 那你多多多多多少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凤枯了 这个就是凤枯了 所以你只要这个就是凤枯 这个就是佛 佛都省了的 凤枯是组合的 一堆都可以和它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呢 黏得多就凤枯了 黏得少就凤枯了 那这些容易解决的呢 所以001一一零 这些都黏在一起 那变成呢 这个就是凤枯了 那你说这个 菩萨呢 就可以直接 直接变野出来 但是佛来说 整个法界都是平等的 所有东西都是分开的 所以呢 你只要能够不思善不思恶 那就是明上座本来面目了 这个就是本来面目 这个本来面目呢 本来面目呢 这个就是本来面目了 本来面目呢就是分开的 没有东西 也都不会过太也都不会过量 也都是饭来张手 依来张口 没有想着那些 那些饭好不好吃啊 没有想着好不好吃 啊好吃是001 不好吃是001 那里面就有分别了 那如果你全都是这样 饭来张手依来张口 没有好不好吃 这个累时生的爱 热处爱风吹啊 这个中日呢 整天吃饭都没吃穿一粒 不是 中日一世穿衣呢 都没穿到一扭衣 因为你没有认为那个就是衣来的 穿就是穿 有什么好吃的 所以呢 不用买 不用买 买生旗服饰的 我们这些整天都是只有这件的 你见过 这几个月都是这件的了 就是夏天 冬天的时候当然是厚一点的了 就是要保暖的嘛 但是要服饰啊 要钉啊 要盛啊 哎呀过时啊 我们是追过时的 我们是落午 所以呢 所以你们追潮流的那些 被人欺骗 一等会整条褲子 钉牌子里 又买了几千元 就一定报的20元而已 在苗街买那些 和你在大牌子那里钉 钉牌头买了几千元 再特别为你做的 哦厉害了 几万元都有 那这些呢 全部都是虚荣心作祟 你自己做 那你有没有必要穿到这些东西呢 没有必要的 或者又不是吃 又不是乘 都穿出来给人看 如果穿出来没人看 你就很生气 那所以呢 没用的 穿出来撞衣 那你更激到杂杂 你又说毒 你又说毒一无二有 为什么会有第二件 那所以呢 这些全部都是假东西来的 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本尼面目呢 我们可以把那些东西全部分开的 我们只要不去思善 不去思恶的时候呢 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叫做第一章的时候呢 讲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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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第一章的时候呢 就告诉你 本尼面目 且代虽如 不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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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思恶 那不行了 那 六祖麻烦你 说清楚了 后面就说了 我始法门 以无念为心 这个 无念为 无念为本 这个 我始法门 以无念为中 无相为体 无相 这个 无念 无相 无住 无住 无相为体 其实他都不是看来的 他在经那里就不是看的 我们就当他来看 这个 这个 无住为用 这个 无住为用 那怎么能够做到 不思善 不知恶呢 我们首先要无住先 不要住在那里 你 去到 去到 过马路的时候 看到红灯 停在那里 有绿灯 就走 有东西 有东西 抹大口 放来一张口 这个 有三个 你伸开一张手 放来一张手 这个 但是不要执着 那些饭不好吃 不要执着 那件衣服漂亮不漂亮 不要执着 红灯内 亦说不来 不要执着 用好的东西 没有住 当你没有第二念的时候 意念无念 第一念是清静的 第一念是自然的 意念无念 没有第二念 第一念是清静的 有饭窝 抹大口 这个就是清静的 没有人叫你不分别 没有分别 吃饭穿衣服 你都没有分别 放来 放来 放来张手 衣来张口 那你饿死了 所以呢 你一定是有分别的 第一念是没有分别 第二念就是有分别 所以叫你有第一念 就不要有第二念 不要去想那么多 当你不认真去想它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第二念了 你认真去想它 认真去想它 认真那些味道 吃饭 放在口里 那你认真那些味道 那你认真那些味道 你就在思维着 那些味道 什么味道 你不要理他 什么味道 你就照吃 吃吃就吃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就是无念 意念无念 没有第二念 没有第二念 没有第二念就是无住的作用 跟着呢 你就不会执着那个相 买相好不好啊 那样东西好不好啊 不执着 所有的外表 外相的东西 不会执着 不会执着呢 你的心呢 就无念了 你的心呢 就无牵无挂 无牵无挂的时候呢 你的就是变了佛的心了 无牵无挂就变了佛的心 那如果你的心 是这个第一念的时候呢 这个凡夫的时候呢 那这个第一念 第一念的时候呢 第一念的时候呢 那你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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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念无念 第一念呢 第一念就是正常的 这个正常的 正常的呢 这个就是发生大事啊 菩萨那些正常的心 那些泛来将口 医来将手 那凡夫的呢 就不是 所以 柱 无柱相 啊 无柱 啊 无柱 无柱 啊 无柱 啊 无相为太 无柱为用啊 我说的 其实他都是 他都是 他都是 讲这个 体上用呢 他没有 也都是讲管体的 这个相 不过我们 我们好解释呢 就变成了 无相 就是体 所以呢 叫你这样做了 这样做都不行呢 那就参话头 参话头 九子有法性 九子没有法性 叫你参话头 叫你参话头 参话头 其实是没有答案的 你没有说 九子有法性 九子明明有法性 你说没有 那就不行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赵州 要问他 九子有法性啊 那没有 没理由 师傅说没有法性 没有法性 为什么 那就参考 接着呢 有第二个问他 参说 九子有没有法性啊 第二个徒弟问他 他说 没有 咦 为什么他说有 这个要说没有 当然他有解释 因为有 有业相在 没有 因为他本身是佛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有法性 没有法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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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那你要参 参不是叫你参个答案出来的 不是叫你问法归一 一归何 最后归这里 不是叫你拖着个死尸 哪个 我啊 那这个 这个没有答案的 没有答案的 要怎么样呢 要起疑情 大疑大悟 小疑小悟 你起疑情 当你怀疑的时候呢 你就会深入去注意他 去注意他的时候呢 你整个心 只有那个 那个疑念 整个心 都是只有一个疑念 当你打破了这个疑念呢 遇到香园激足啊 遇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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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头 虚弘老婆想 就跌倒入水 那这个 接着呢 就打香榜 这样就躺着手 这个 斩茶 事者斩茶 躺着手 打碎杯 家破人亡两俱空 春度花开 处处受 生河大地是如来 躺着手 就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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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手 打碎杯 生河大地是如来 这个 这个 杯子跌落地 響声名匿匿 虚空粉碎也 狂心当下色 所以呢 遇到突然间的东西 那他就会开门了 这个呢 是潜中特别的方法 这个 这个 这个潜中特别的方法 这个 参话头 参公案 什么都是叫你起疑情的 就不是叫你 叫你 叫你去找个答案 个没有答案的 就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对的 所有的答案都是错的 久之有罰性 久之没有罰性 全部都是错的 拖着个死尸来 是谁 念佛是谁 那这些全部都没有答案的 不可以有答案 那你起疑情 大疑大疑 小疑小疑 那就可以打破它 那就是这个 这个呢 那就会 打破了之后呢 那就会变成 变成这个东西 崩盛了 崩盛了之后呢 你就不会再执着了 所以呢 兴起见恶错佛 一见不能再见 就是你一见到的时候呢 一见到的时候呢 那就可以了 那不会再再见 但是 那个问题呢 就是说 因为它开悶呢 有不同的境界 因为你不同的境界 有大疑 大疑 大疑 小疑 小疑 开悶呢 有这个 有这个 百千次 有很多 有时候开悶 有时候开悶 有时候开大悶 那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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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岩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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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中国师 慧中国师呢 就说 海底泥牛含月走 这个是第一次开悶 你见到空性了 海底 有只泥牛 担着月亮走 这个呢 就是见到空性了 跟着呢 保任念前 石虎抱而眠 那你 就是保持这个 这个境界 前年已经去 后年未来 那这个 就是境界来的 那你要保持这个 用命自然呢 你要十二年 那 做饭头 做菜头 做水头 那这些呢 就是 沾茶滴水 就是做些不用用脑的东西 那这个 前年已经来 后年已经 未到 那这个就是空性了 那所以要保任 保任 第三个呢 就是铁蛇 转弱金刚硬 对付自己 最操盟的烦恼 跟着呢 就是铁轮騎将老师兄 分开四个阶段 这个 这个分开四个阶段 海底泥牛 行热酒 就刚刚开议了 廉前石虎抱而眠 这个就是保任了 第三个呢 就是对付了 对付呢 铁蛇 转弱金刚硬 第四个呢 就是自在了 自在 自在呢 就是铁轮騎将老师兄 这就开议了 所以呢 善知识 不悟呢 众生就是佛 因为佛和众生 同样具有个心 同样具有个心 不过 焚夫的心呢 就未转的 当你收得好的时候呢 他就会转做二熟式 再收得好的时候呢 他就阿奇陀式 这个心 同样是那个心来的 但是会 但是会 一路转所以呢 焚夫的心 亦都是佛的心 大家没有分别的 这个 这个 为什么会有一个 阿拉耶式 阿奇陀式呢 因为有业 有业 因为每一样东西呢 都有自己的业 自己做业的时候呢 自己做业的时候呢 那些业要围住在那里 这才是你的业的 那菩萨的时候呢 他也有当因地的业 他有因地 菩萨也有因地的业 那佛也有本身的福德 他变成了福德 福德 他都是佛 都是菩萨 都有因地的嘛 那佛也都有因地的 这些 这些 这些因果呢 是不会撈乱的 不会说我的业 走去你的业 你的业走去我的业 因为这些业呢 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 因如回合时 果报云自秀 所以呢 这些业呢 是会迟早都会报的 就在你那里 所以我们现在 第一件事 学法的时候 第一件事呢 随缘宏旧业 不再作声音 我听业盟义居士说呢 讲经的第一句说话就是这个 随缘宏旧业 不再作声音 就是你 业你一定要还的啦 有病啊 有病啊 有障碍啊 有障碍啊 那你就会接受啦 你没办法的 一定要接受的 这个业未到的时候 你可以制止它啦 就是等它不要出啦 如果一业到了的时候 你就要面对咯 因应应面对咯 但是 我们可以做的呢 不再做生的因 不要再做恶业啊 就是凡是 伤害人家的 这些就是恶业了 无论是伤害众生啊 伤害些东西啊 所以我们是由食宅开始啊 你就不要伤害那些众生啊 你不要为自己的口欲呢 去伤害自己的众生 你看我们 吃齋 出了家就吃三十多年啦 吃齋吃了四十年 没有事啊 现在就没有事啊 没有弟弟 现在六十多岁 看来好像二十六岁那样 没有什么病啊 对啊 有没有老人病啊 有没有腰痛啊 有没有风湿啊 没有啊 没有啊 你细心调理呢 它就不会有事的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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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条命呢 应该可以很长啊 可以很长啊 最重要 捱到它呢 人生 这个呢 长生不老 嘿嘿嘿 改DNA 改DNA 长生不老 打个乌龟的DNA 在这里 变成乌龟 那你就长生不老了 不行了 整个两只 所以呢 所以呢 但是你不是这个 变成乌熟式 就是你不是用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会借的嘛 如果你保持这个焚夫的身体呢 保持几百年呢 那这个始终都是 都是好像没那么好的 是吧 那你有一个方法呢 就变成乌熟式 变成佛菩萨啊 或者变成灵界的众生啊 或者变成神仙啊 或者变成百仙啊 那些地仙啊 那你就可以 可以长生不老了 就是那个长生不老 而熟悉就是正常的方法来的 要个人生 保持到它 保持最长命 都是保持到龙树菩萨六百岁呢 那我们网上看到有个 有个中医 明朝的 他经过几个少代 二百五十多岁 就是吃到二百五十多岁 他吃几子 几谷地王 几谷地王 他冲来吃多些吃啊 这些东西都挺 那他是二百多岁 就是二百多岁 不过呢 这个是用人的身体呢 去长生不老呢 这个是没用的 就是始终都不是正常的方法来的 因为你 虽然说机能上面可能呢 行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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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常常需要更换 除非你那个骑铐 不要你整常也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 为什么 所以呢 我们见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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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尽量 那些衣服和妙人,所以他不会老 那些不会老,因为是衣服,他随着可以换 但是他又和他人是黏在一起 总之他穿的衣服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他是不会老的,你看不到多少岁,这个也是办法 说说,现在还未知道 所以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 我们有众生,但是我们是众生,我们是依女明珠,穷子随风 这个依女明珠,穷子随风,所以我们本身有佛性 但是我们穷子随风出自这个 出自这个《法花经》里面 发说,这个长者和他的儿子 塞生了50年 接着呢,遇到长者了,就说《花言经》给他听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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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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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惊 说给他听有佛性,说描发,说这个《花言经》给他听 那穷子就走了去,走了去呢,他就去鹿野院了 找两个没威德的人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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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 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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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他,来到,来到他 那叫他一起,随风,随风呢,就去除那些烦恼 那跟着呢,那怎么说呢,那么那长者呢 整天呢,就去那那个穷子聊天了 那慢慢化道他,那这个呢,就是方等了 化道他的时候呢,最后呢,就交付给他呢 给他做了整条书了 给他做了整条书 他一做了情节数,这个就是般若,传般若给他 因为这个是佛的家当就是空性,般若 所有的宗教没有讲空性,佛讲空性 这个是佛的家当,当家就是讲空性 当家是盟署,盟署是当家,因为他讲空性 公空性最后就成佛了,告诉他这身家就是你的,当然是成佛 所以你虽然一早你都可以成佛了 那副家当就是你的,你本来就是佛 但是你觉得自己不是佛,所以你要慢慢做 有什么办法可以成佛呢?很简单些 你相信你自己就是佛,你就是佛了 你找个明珠出来,我真的有个明珠 那跟着就是佛了,哎呀,你跟着有个明珠 哎呀,我是佛,所以我不杀生的,我是佛 所以我不偷渡的,我是佛 这个是社己为人的,我是佛 那教导所有的众生,我是佛 尽量去帮助人家 那就是佛了,很简单的 就是佛了,不过问题是你有没有 相不相信你就是佛,你只有一句话 说你是佛,哦,我就是佛了,我就是佛了 不害人的,就是不要选人的,就是做好事 那你就是佛了,很简单的 是的,救度众生,尽微来制,救度众生 能做到多少得多少 不仅是同工,一日一好事 而是所有无事无刻,也四小时都在想 如何去帮人,如何去帮助你旁边的人 那你跟着就是佛,很简单的 就是即生成佛 已经即生成佛了 所以呢,众生就是佛,佛即是众生 大家都有个佛性 有个佛性,不过你的东西都黏住了 大家都有1010,不过你的东西都黏住了 那些东西是分开的 所以这个 一念午时众生是法 故知梦法尽在自心 何不从心中 顿见争于本性呢 所以说不思善 不思我 谁是明上座 本离灭目 你的心就是本离灭目 我们的心本离是分开的 所以你的心 本离就是佛 所以 所以 菩萨界经说 我本离自性清淨 若识自心见性 皆成佛道 所以你本离就是清淨的 因为是分开的 那如果你说 那我现在做了那么多 业在那 那是不是 很不清淨呢 我的心现在的1010 全部黏住了 现在的001 110 001 101 全部都黏住了 那我这样东西都黏住 那我心就很不清淨 你都是清淨的 分开就是清淨的 不分开就是不清淨的 所以没有说清淨的 因为本离这些东西就是1010 本离就是开完和闭完的 没有分别的 所有的善恶 你的美丑长短 这些全部都是1010 全部都是怎么组合的 佛就没有组合的 佛就将它分开了 分开就是佛 未分开就是焚乎 未分开都不等而你是不清淨的 你做了很多业 不等而你就是不清淨的 你可以一一一一一一 一将它打散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1010 变成佛 所以佛和佛的心呢 是一样的 五时迷时经历劫 做了很多业 1010101 8个位也有 10个位也有 那全部都黏开了 那你一年五的时候呢 分开了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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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这些都分开了 分开了 所以黏起的时候 不等于你的心就骚髒 为什么呢 因为一样而已 都是恶书来的 没说骚髒 没说干净的 所以不等于你的心 所以呢 你只要不执着 不执着的时候呢 我本无生亦无生 四大化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心亦灭 罪腹如混起亦沉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 避舍浮佛的脚 第一次呢 我们呢 去採药 那时候学中医 那就去採药了 那下午呢 下午呢 天音 走去佛青道 有些人去佛青道 去佛青道 就去佛青道 那这个呢 唱完法师 在黑板 写一句 写一句解 因为他学天台中 讲经之前一句解 讲完之后一句解 他在讲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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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发 《描发凌花经》 描发凌花经 所以他写一首解出来 我本无生亦无生 我们呢 这个身体是假的 这个身体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也都没有个心 那我们的心呢 是我们以前做这么多 要集合在一起的 我本无生亦无生 四大化生 因境有 这个四大化生 我们因缘和合 下来投胎 这个是我们要还的债 或者我们要做的事 那这个呢 是暂时的 暂时 在大众的面前 验出的相 这个四大化生 因境有 前境若无 心易烈 如果你没有想着呢 要去拿多些东西 没有想着要做多些 多些善业 没有想着做多些恶业 没有善恶的功念的时候呢 那你就自然呢 前境若无 心易烈 空 这个是空 空 正了空性的时候呢 前境若无 就是你正了空性的时候呢 心就灭了 凡夫的心就灭了 就变成分开了 这个就是空之后的心 这个是空之前的心 这个空之后 就是101010分开了 这个就是佛的心 所以呢 所以这个 前境若无 心易烈 罪福如宏 喜亦沉 还有罪 还有福的 但是 这些罪福如宏 喜亦沉 就是他 他就 就沉 第一 这个业 是没有东西去润摘 他是不会报的 就是无论你做了什么业都好 你都要有因缘和合 去 去 种了种子 但是你都要有 有这个水啊 阳光那些才行的 如果你没有了水没有了阳光的时候呢 就要用种子呢 种子都不会发芽的 这个叫焦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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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这叫焦叶 焦叶 那些焦叶 焦叶了 你自己那边焦叶了 但是仍然受报的 你焦叶了它就没焦叶 就是仇人见面 放在眼红 翁细高宏叶 那样去 去广州 又打死了 打死了 又回去 回去印度 又来证明 又来过 又来过 又来证明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焦叶 焦叶 焦叶是还的 不是说 所做的业呢 一定在的 所以不要做业 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不要抢别人的东西 不要得罪人 什么都不好做 不要做业呢 你就没有业了 那么这个 焦叶 罪福如幻 喜翼尘 有 但是好像幻化那样 喜翼尘 那么 你当你没有东西潤窄 它的时候 你就算有恶叶呢 它都不会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伏叶 我们做些善叶呢 扯着它 这些善叶呢 扯着下些恶叶 那我们这叫伏叶 等它不要出来 那扯得住就最好了 叶未到的时候 就要扯 等到叶到了之后 你知道你去求佛菩萨 就没用了 这些叶已经在现前 你没得 没得扯 叶未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扯了 所以我们呢 很幸好 我们一读书 读完书 就去归医了 归医完之后 就不敢做坏事 所以那些叶呢 一直没有出来 没出来 它就已经盖住了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看过医生 归医了之后 不看医生了 四十多年都没有看医生了 现在就是 当然有些病了 当然是自己 你没有药 那你要学会 你要学会 怎样用药 怎样吃疗 更好过看医生 因为医生排队 又忙到什么 不得了 没有人看的那些 你又不敢去 没有人看的那些 你又不敢去 得牙的那些 你又不敢去 那些出名的那些 又忙到不得了 一看你三五分钟 收你一千多百元 那跟着又说你走 你还没看清楚 是吧 还没看清楚 你还没说完症状 那些开药 所以呢 所以呢 你自己 自己医自己 好 自求多福 所以呢 你伏业 未出现的时候的业 就一直伏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不要看医生了 那些 都是出福部 那些福部 慢慢的 不是一下子就有了 一下子就有了 那你又很冷 到处到处去 那些钱多 那些生行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福业 所以呢 福业呢 證明是可以蓋住的 那些福业呢 按住些 按住些 如果你蓋不住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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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够功夫 未够力 不是未够功夫 未够力 收得不够耐 不够肯切 那你可以蓋住它的 无论什么业都可以 用善业去蓋它的 就是等它出来先的嘛 所以 朱叶与英国 随重更串习 重的业报先 更的业报先 串习 整日做的业报先 那你经常都拜佛 那就串习的业出来先 朱叶与英国 随重更串习 随先作其中 则后后成俗 先做的先报后 做的后报 但是呢 重的业报先 更的业报先 串习 整日做的业报先 所以你经常拜佛 这个串习 而就是拜佛 拜佛的时候 就是佛菩萨的力量 押着恶业 这个是伏业 所以呢 这个呢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心呢 这个 证明惊环 即是 豁然 宏得半生 这个呢 这样呢 你一迷来 惊累着 悟在撒那间 那一下子打破它 虚空粉碎大地平沉 那为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呢 这个 劏着手 打碎杯 虚弘老和尚 本来的心是这样的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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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黏住了 黏住了 当你 杯子跌落地 响声明哩哩 虚空粉碎也 旁心荡黑色 那些东西都全都分开了 分开了呢 那不就没有心了 没有开误了 就这样了 不过开误有大误有小误了 就是找你大词大误的 那么当然都拯了 尾程的呢 你有些省有些不省了 所以呢 你迷时 而荆蕾杰纹捻多久都好呢 这个心都是清静的 因为叫北外乎一灵而已 北外乎一灵、一灵、一灵、一灵 北外乎开圆、闭圆 所有的东西都是开圆、闭圆 由很多开圆、闭圆 变造一个粒子 由很多粒子变造一个元素 由一个元素 再变造生河大地 变造人我生河大地 所以全部都是开圆、闭圆 这个是量子,量子传书,我们大陆最流行,量子的性质是会糾纤的 这个是糾纤,这个量子传书,量子就是用开源闭源的原理 因为人造卫星,本来不是人造卫星的,这个在大地上 我现在在大地上放一个信息,放一个信息上去人造卫星,人造卫星是做糾纤 糾纤就是一开二,因为这个是个东西的特性,一只,一只就变两只 一只变两只,所以你无论整个开源闭源,一只变两只 所以一只就在广州,一只就发去上海,那他就不会,不能复制 不能复制第三只,不能复制,也不能复制过去,一复就散了 他知道你谁去抓他,一复就散,一只变两只 所以一个信息,一分为二,上海就是一分为二,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 那这个是粮子传说,其实粮子传说就是用开源闭源 这个很简单,这个简单的物理形象,可以糾纤啊,这些 所以现在正在做,就是把东西放上去,把它变成两只 现在正在做,接着呢,粮子这个计数机 又比普通的计数机,就快了几十万倍 那所以呢,这一个,这一个呢,越来越发达 那些外国呢,就说,哎,你不要发展得太快 你技术浪费,技术浪费,你不要发展得太快 不是,你的技术浪费了它,怎么会浪费呢 你不要发展得太快 你等着我才行 但是呢,现在我们刚好巧 所以看到它自己去美国,就去整ut 整容苏联,整容苏联回 there 乌克兰,乌克兰,乌克兰 乌克兰就要跟苏联不够打,不够苏联打 要准备一些东西给了中国,给了中国 到够抛制,甚至要保护它 所以现在突然间技术突飞猛进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善知识我以仰仰和尚处一盟 言下变开吟,顿见争如本舍 所以有些人是顿庚,有些人是利庚 这六祖一听到《金刚经》 义无所住而心技生马上就可行,何其智星 本尼清淨,何其智星 本无污染,何其智星 本无生灭,何其智星 本无动摇,何其智星,能生能化 智星就是一零,何其智星 这个智星就是一零,开完、闭完智星 这个智星,何其智星,本尼清淨 一零、闭零,是否清淨? 何其智星,本无污染 好像一零?没什么污染 污染就一零?不污染就一零 何其智星,本无生灭 一零,不会生灭 最小的东西不会变成第二样 何其智星本无动摇 也不会动 何其智星,这个能生文化 因为一零就变成能生文化 接着就开吴了 所以这个听金光经马上开吴 听金光经听到共内又不见开吴 所以这个是说以前所种的善羹 到因缘成熟的时候 它就结果了 开花结果 所以无论你现在种了什么善羹 将来都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故事就是说 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就有个罪手佬想出家 走去罪手佬 祈弘青史在那里大闹要出家 那这些人当然不让他 这个赛利包木杰林走出来 他要出家 好 跟他估一下 估一下 估一下 百万大劫都没有善羹 快点叫他走 他都没有善羹 那他罪手佬又跟着又吵 吵烟八糟 吵吵吵 很多佛出来了 佛就问那些人做什么 是他想出家 佛说好 马上跟他的态度 马上证阿罗汉果 那这些赛利包木杰林就问佛 为什么他百万大劫之内都没有善羹 为什么会一下子就证阿罗汉果 佛就说你们这些小食 看到百万大劫之内的东西 你看不到百万大劫之前的东西 因为在百万大劫之前 他是一个潮夫来的 就是斩柴佬 一遇到老虎 那他就爬爬上棵树 老虎是猫 都会爬树的 老虎是爬树的 因为他这些声音 流无佛的善羹 下一世就会证阿罗汉果 醉酒到 醉酒到就证阿罗汉果 所以你现在不止一声流无佛 你听到这么多经 你看到这么多电视 你一定成佛 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定会成佛 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希望快点 不用捱太多 不用受太多苦 应该就即逝搞定的 因为这个阿弥陀佛 孟人修孟人到 只要你有心机念 你二十四小时 这个念 你一定可以 你肯不肯做 就是我们在高野生 这次在高野生 发言 发言的塔 发言的塔 在高野生里 发言是日本淨土中的初祖 他就说 我四十年来 无一年习用心处 四十年来 无一年习念 念阿弥陀佛 念了四十年 无一年习念 你能够学到他一半二十年 七日好了 七日都接你去 一日二日 一心不断 我封他四十年 人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做到 我开始念法 我一年都不停 你一路念念念念 你确实去 三两年 其实是三年 现在很多证实了 都是三年 太行老法师有几个徒弟 在公帝庙出家 接着他一路经行 行三年 念佛 一路的心不断 念头不断 念了三年 接着就立法了 这个太行法师那里 这个显明老法师 这个显明 显明老法师的徒弟 法藏 法藏法师 没有人认识的 那是天台中的 保证法师来的徒弟 他亲自见到 他说呢 那个人呢 出了家之后呢 他走到山上 我彙光 彙光的时候呢 他来说给那些人听 我十五就往生了 你们来送我 那些人呢 搞错好地的 生欧欧 那十五就往生 那结果呢 就 他下来 他下来 官宗旨 今次是鼎礼 太行法师 太行法师说 那要往生 往生就好了 那毕将拜登坐 向西方 那大家一路唸佛 这个呢 做祖课的时候呢 一个唸佛 唸不唸 那他就做 那就可以呢 就是预知是知 那这个 个个都做得到的 三年 三年 对 您很心目呢 没心目的 三年 三年就看很多狂戏 对吧 三年就吃很多 很多部飞 三年又吃很多壽司 三年肯不肯放棄呢? 三年看來都不肯 沒什麼人肯放棄這三年 你找個藉口 不用三年,七日 一日月,二日,七日 三年這麼多? 人家發言四十年都是這樣 你肯不肯用三年? 用到三年 你一定去吃五千 但是你還是要打牙 還要吃一下雞腿 吃雞腿就有葉 當然不行 首先你吃齋 你也是沒有的 吃齋雖然葉是少的 但是不等於沒有葉 一樣是有的 你行路、洗菜之類 你多多少少都有葉 螞蟻之而此類 拔咬你 爬一爬它 所以 所以 這個 個個都可以做到 但是 沒有人肯做 但是你又沒有心 沒有心 沒有心沒得說 有些人叫你成罰 你又不肯成 都要做焚夫 那你沒辦法 善知識我依仰和賞賜 一眼 延下便看 頓見爭於本性 這意將此教法流行 令學到這頓悟菩提 不過這些頓悟菩提 有善根 以前中落的善根 如果沒有善根 沒有善根 沒有善根 就怎樣收都收不到 你怎樣收都收不到 不過 說我又說 如果你肯收的 你就是有善根 如果你不肯收的 就是沒有善根 如果你說肯照它這樣說的 肯參的 那你一定是有善根 如果善根多的 那善根慢 那就參得久 那所以呢 一定會 一定會 會 會頓見爭於本性 除非你參參一下 又起到 別的 別的業 別的性 那你才不會 如果你肯去 肯去參的 那一定可以的 一定有人指導你 一定可以的 那所以呢 不要說 不要說參禅公園 就是講念法 你一定 你肯念的 肯按著頭去念的 那你說 讓我老了一點 老了連念法都不懂 念法都不懂 你不要說什麼 那所以呢 羅時宣的時候 有一個姓少 捉鬼 三兄弟都會捉鬼 捉鬼就很厲害 什麼鬼都被他捉到 最能捉就是摄青鬼 好 被他什麼捉 那臨終的時候 就有很多鬼來找他 因為他捉一些鬼 那些鬼 那些鬼以為被他殺了 那麼 用光明真言 把他放在塔裡面 那麼 放在塔裡面 那些鬼朋友 以為你殺了他 沒有了 沒有了 以為你殺了他 那些人就去找他 那找他 那麼 醫院病了很久 那麼 都斷不了氣 那麼 然後羅時宣去探討他 然後問你 你做什麼 哎呀 很多鬼來找我 或者捉鬼 你捉鬼 只有很多鬼來找你 所以呢 不要搞這些事情 那麼捉鬼 那麼羅時宣說 你念光明真言 練光明真言 你以前不是很厲害的 捉鬼 光明真言 什麼都搞定的 他不記得了 老了就不記得了 就是導演要念的時候 就不記得了 那麼 結果羅時宣說 羅時宣說 羅時宣都是念佛的 羅時宣除了講遺識的 就是念佛的 那些是修阿彌陀佛法門的 只有一個法門 那麼 那麼 結果呢 那麼 我找人來念佛 四個字異念一點 就是記得 四個字念佛 都不是一定記得的 到你老的時候 連四個字都念不到 就是阿彌陀佛 不出來 阿彌陀佛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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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找人來助念 找人來助念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念一會兒就斷氣 念一會兒就去 如果不是呢 他又不記得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 我老了之後 習式念的了 我老了之後就念佛 我現在念一條 念來長咒 長咒 短咒都不記得的 一個字的咒 你都未必記得的 未必一定記得的 兩個字你都不記得的 一個字都可能不記得的 即是到你要用的時候就不記得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看阿彌陀佛 你有沒有 有沒有心機念的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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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此教法流行 令學道者頓菩提 所以呢 這個禅宗呢 是大更器的 各自觀心 自見本性 若自不悟 衰靡大善知識 解罪上成法 直是正老 所以這個禅宗是很注重這個參的 參學的 那你參學的時候呢 你要找人 向上一步千盛不存 這個呢 你收到一個警戒的時候呢 進步不了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聖一法師 那我們去探聖一法師 聖一法師 經常在寶蓮子的療房 那裡 方丈室 那方丈室呢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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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癱鰊 然後呢 那些那些大癱鰊 大癱鰊 那些臭 einer這個 冷杯 哥哥 那個 有一個阿嬸呢 就是跟他斟茶的 那些寶蓮子方丈 方丈室呀 真的一張 一張冷床 然後就擠了幾個冷杯 那我冒獲在這兒 那麼 那 他跟我們說 什麽 他說呢 他跟曾天法師 在大嶼山的摩縫裡面 打坐,每天鎖四支香,每支香四个小时 坐了八个月,见到阿弥陀佛的心 去找虚弘老和尚印证 虚弘老和尚一听到,就很欢喜 将一件子衣传给他 因为清德宗光水王赐了三件子衣给虚弘老和尚 虚弘老和尚就传衣,传件子衣,即是三件里面其中一件 给他印证他的境界 所以你要用善知识去印证,后面的一宿角 这个都要找人印证 所以和参学,要到处去参学 蒙修核练都是不行的,虽然是有心 但是你要收得正,收得准的时候 整天跟着大德师傅 就算你跟着大德师傅自己收得不好 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禅宗是一件难学的东西 所以要遇到好的师傅 要遇到好的同参,要遇到好的环境 什么都好的 所以不够念佛这么好,念佛自己念 不过都要好的环境 善知识有大恩怨,所谓化道令得见成 善知识以前就是扣佛的 这个叫余来禅 余来禅就是有书给你看的 这个好像五陵心宫,这些属于余来禅 这个特摩祖师的碧棺,面碧,这些都是余来禅 这个东西法门的观心法门,这些都是余来禅 这个是佛教你的,有书看的 但是禅宗这一个就是要靠善知识 靠过来人,过来人知道你到什么境界 第一,他有他心通,你来到他就知道了 第二,他知道有什么境界,还有这个境界上面有什么 还有你开了吴味,就是你要打人 都要看他开吴那时才打 你打死他,也不能开吴的,是吧? 所以呢,靠靠你最好的时间,拼你一下 那你跟着呢,奔建增于本性,打脱统底 那你这样才可以,所以呢,整天要去参考 那现在呢,参考也不知道在哪里参考 所以呢,所以呢,难一点的 以前就不同了,以前有很多 以前这个,你唐宋耀明清,到清朝都有很多 到那些名家背出,现在,到现在 到太虚大师,来果禅师,那些一起出 虚弘老和尚,六几年而已 就是太虚大师,六几年,六几年都有 到现在这四五十年,好像吃饱了那些人 吃得饱了,没有,没有,见不到 好,说自己开吴,其实都 其实说自己开吴那些都是有问题的 就是整天说自己开吴那些 所以呢,名利作怪,太好了 这个呢,这个成世,成世出享受 成世出高增,成世出享受 云世出高增,所以这个云世才能出得到的 就是这个,这个辛苦才能出得到的 现在太舒服了,不可以 你什么时候开吴呢? 所以呢,这个,所谓化道,灵德见诚 一切善法,因善知识难发起故 所以呢,善知识才知道你参到哪里 所以这些是没有书看的,就是不可以看书的 不可以看,你说这些静坐都有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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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识前波浩麦置�ո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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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你,这个 这个,你,你,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ка,他的自治虑大事啊的 魔丘子官,那么你,你都可以看书 那你都可以看书,但是这一些 潜中的,北思前、北思佯呢 是没得看书的的这个叫做,祖思禅 祖思禅呢,就是祖思 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看,因为 他是本身开吴,就是本身要开吴 就是本身开吴到什么 第一件事干吴的时候他会道他心痛 他知道你開不開 你見到他就知道你可不可以 免得採你 見到你也免得採你走開 你想見他都難 他想見你就見你 想不見你就不見你 你經常拿來蒙東西 蒙得多那些就不開不開 所以他不會理你 但是他到最好的一點 最適合的一點 就是一針劍氣 到時指點你 那就跟著開 而且現在就沒有禪堂 禪堂也沒有幾百人一起坐禪 現在這個風氣都沒有了 沒有了之後就很難了 謀諷 有人很勤力地閉關 都沒有用的 不破初心 不住生 你都不可以住生 你住生 變成你的閉關 其實就是縮默 不見人 所以一天四送一湯 總之就是一天做飯 都教你做 做菜都教你做 四送一湯 都要吃四送一湯 那你不四送一湯 那你吃了病 還死 還沒閉完關 已經拜拜了 所以又是死 又不注意自己的身體 又是死 不過閉關有任何關 一定 所以這個 這個 要認識得前一湯 才閉得關的 因善知識 能發起鼓 三世諸佛十二部經 在人性中本智具有 不能賤 需求賤知識 只是方便 所以善知識知道你去到哪裏 那就教導你的方法 若自認者不假外求 若一向執惠 需他善知識 望得解脫者 沒有善處 那就是說 你自己開悟呢 是不假外求的 你經常看有善知識 來指點我呢 就會答 欸檸檬 陶特華 撞到檸檬 這樣 這件事是沒得談的 但是 你如果是可以的 就不用找善知識的 善知識是用力去找你的 到最重要的時候 你整個夢 有人來教我就好 其實這個就不可以的 這個就不可以的 你說我找不到 找不到高手來教我 他不是高手 你怎麽能找到呢 你要自己得 點一點破你的 你由頭到尾 由頭到尾教你呢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一定要經過這樣的 何以固 自心內有知識自悟 若起邪迷 妄念頂倒 外知知識 須有救仇 救不可得 就是你自心 起邪見的時候 外面有善知識 你都沒辦法的 若起真正般若公召 一撒那 妄念驅滅 若識自性 一悟即至佛地 所以他一悟的時候呢 就到佛地 可以到佛地 但是呢 還是有很多 一念 就做法身 法界 那些見性成佛 那些是法身佛來的 那你說 要真正三十 八十總相 三十二號的佛呢 你是要 你是要經過很久 但是 你也不知道你收了多久 你也知道 這一世來了 那是否都要來的 個個都來的 你不來又不行 但是你來了之後 你個個都不知道 不知道收到哪裏 就是隔世之謎 如果你知道收到哪裏呢 那根本就不會拿息生 因為你要弘業 那些人沒有弘業 那你來幹什麼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呢 一悟即至佛地 所以呢 可以到佛地 但是也都可以開很多次 算到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裏